如果有一个选举制度可以确保当选者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确保多数决定的民主精神该有多好 排名选举投票制就有这样的效果 从2021年开始 纽约市民将在地方公职初选与特别选举中 使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在现行的制度下 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就能赢得选举 您只能投一票 许多胜选者常常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 若不要求多数选票 在三人以上的竞选的选区 获得者的得票数可能远远不及总数的一半 若想了解排名选择投票 您可以想象是一大群人一起叫外卖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但团体希望选出最多人能接受的餐点 使用排名选择投票制时 每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 把最喜欢的餐点排在第一位 次喜欢的排在第二位 接着是第三第四第五 计算所有人的第一选择后 若有一项餐点获得过半的选票就算赢了 如果没有餐点获得过半选票 剩下的排名将会用来决定胜出的餐点 得票最低的餐点将被淘汰 所得选票上的第二选择将会重新分配给其他的餐点 直到有餐点获得过半的选票 结果才能确定 在排名选择投票制下 获胜的候选人产生了 这样的结果将会反映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喜好 较能符合平等与民主的精神 排名选择投票制给纽约市选民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并且选出大多数人喜欢的民选官员 若想了解更多资讯 请上网站AAFederation.org 或者追踪我们的社群媒体